不停跟她說要警戒,提醒大家,呼籲大家,小心 不停說很多感染的情況是不會佛系你康復的 我老公今天就剛出去了上班了 她終於過了差不多半年沒上班了 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對於一條關於疫情的影片已經是說緊急嘗試孫妍剛剛解除那天的update 但到今天本來都想著逐步回復 而東京市面也有很多逐次回復正常 例如很多公司都已經開始回公司 沒有在home office 甚至乎東京的迪士樂園已經重開 所以種種跡象想著逐步回復應該也不錯 日本也推出第一段是放寬和海外之間的入境限制 而第一個國家就是越南 但是暫時允許出入境的人士都是商務人士為主 或者是一些駐越南或者駐日本的雙方代表 所以觀光旅客都暫時還未在這次放寬措施的考慮中 但是在這個星期都可以說是急速惡劣 譬如上星期我看到每天有50多人的新增感染個案 誰知道去到昨天7月2日的時候就看到107人感染了 當我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都覺得 嘩!過百了! 因為我已經沒有見過兩個月有過百人感染的數字 而我正在說只是東京而已 除了東京之外 加上全國感染數字的話 當然是超過107人 譬如今天7月3日 但是東京都確診過 就已經去到124人了 所以這個數字是不斷急速地上升的 我們分享一下昨天107人的數字 其實有七成是20歲和30歲之間這個年紀的人 所以現在的感染趨勢是越趨年輕化 另外主要的重災區就是新宿區和池代區 主要感染的地方就是夜總會 即無論是男去也好 女去也好 也有很多感染個案 始終都是親密接觸的行為 你知道高武紀丁區是非常之多 這一類的生意模式 雖然看到數字的時候是有點嚇倒 但是根據我自己親身經歷 其實真的不出奇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比如在東京 對上幾條影片我提及過 我出過東京的時候看的 即見到市面的情況 比如在Unicolor Aerism 口罩發售那一天 是超級爆多人在外面排隊的 那個人龍是多到很誇張之餘 沒有social distance 大家都是很緊密的 另外最近在東京很多商場都在做大減價 因為前陣子休業邀請的時候 很多百貨公司都關門 沒有開門 所以很多買剩的貨 希望可以散掉它 於是就做大減價了 所以有很多年輕人出動 去買東西、買衣服、吃飯等等 新宿真的很多人 比如車站周邊已經有兩個大商場 比如Numine 其實上面的層數是非常窄 雖然很多商場在門外貼小 叫你一定要保持social distance 記住用消毒手精液 又記住戴口罩 但依然是有人不聽 譬如最經典就是social distance 即是社交距離怎樣去保持得到 除非是有店員或職員 是嚴格去實現這個措施 如果不是 其實在電梯這麼多人 如果沒有人流措施的限制 很難控制到保持社交距離 而且當初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有不少年輕人也有說過 這個疫情主要影響老年人 我很記得這個說法是在2月3月的時候 但我不知道現在日本的年輕人 是否因為這幾個月的疫情改變 改變他們的思維和想法 但依我所見 現在在市面上的人 都比較放鬆、鬆懈的 另外我想說說 就是自從緊急事態宣言解除了之後 東京都是自己出了一個警告的 東京警告 這個警告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會把台場的Rainbow Bridge 以及在新宿刀廳的座椅 亮了紅色的燈 亮燈的基準是什麼呢? 就是根據一個星期的平均數字來看 而新增的感染數字是每一天20人或以上 感染來月不明的感染者有50%或以上 相比前一個星期新增的感染人數 增加的比率是一或以上 它就會亮著燈警告大家 然後又說改變一套新的標準 我講講最新東京都的monitoring標準是怎樣 這次monitoring的指標 也是基於一個星期的平均數 在這些指標之下 它就再決定會不會休業邀請 去到昨天7月2日的數字為止 其實呢 一年已經是達標的了 而且它也會看一個星期平均數字 不過都在挨近 所以差不多了 看回這個趨勢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現在應該差不多是第二波 或者可以說第二波已經來臨 可能很快很快就會再次要求不同的店鋪關門 大家不要出街 留在家 那我老公今天就剛出去了上班了 他終於就過了 哎呀 差不多半年沒上班了 我們都是在家裡工作為主 所以他今天終於上班了 雖然我是很開心的 但是我也擔心他 因為他偶爾也有一些 來自東京的客人來潛水 作為一個住在日本的人 就會覺得擔心的 就會覺得擔心的 不停去說 我要警戒 提醒大家 呼籲大家 小心 不停是說 很多說 很多說 不停是等 等政府做事 我自己都不那麼周圍走 我們現在作為市民可以做的事 就是沒有的 等吧 大家自己做好自己 而去到現在 都真的有些人是繼續不戴口罩 雖然的比例是很少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有些人不乖 所以導致大部分的人 都要因為他們的擴散而受害 總之一日政府 不再發出第二次的緊急事宣言 或者是不發出第二次的自縮邀請 的話呢 就好像等於派定心軟給大家 那日本的民眾也都很乖乖地聽話 就覺得安全嘛 政府沒有叫我留在家 那我就出街了 因為之前已經很辛苦 留在家裡兩個月了 那還要繼續留在家 或者反過來這樣說 有些小生意 日本有很多小生意 那我已經休息了兩個月了 那我還休息的話 那我就真的沒有飯吃了 沒有飯開了 總之現在一日沒有一些 非常之嚴格的規矩的話 其實是感染的情況 是不會佛系地好回來的 我也不知道stay home的period 要stay多久 老實說我真的很少出去 我現在可以做的情況 就是繼續留在家 繼續在家裡工作 也有很多人同時都問 日本什麼時候開關 今天分享完這個情況 讓大家知道之後 大家覺得什麼時候可以開關呢 應該就沒有那麼快 那也就是這樣說 去旅行不是很大件事 就算不去也沒事的 現在最重要是健康 作為在日本生活的人 都不能夠周圍去的時候 更何況是其他國家的旅客呢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安全健康 好 拜拜 拜拜 多謝各位收看 除了Youtube之外 我會每天更新Facebook專頁 分享的本文化 旅行資訊或生活等等 而IG上面就有我去旅行時拍的 美風景照 大家記得同時追蹤我的IG 和Facebook專頁 如果想用更深入的分享和郵寄 可以上我的blog mishire.com上面閱讀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喔